那我可以把我的那个回答的问题 我可以把它说 就是把它隐藏起来嘛 就变成它这个页面值显示我的题目这样子 那我想要去看文字的时候再点开 当然可以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我们的整理里面 刚刚有没有一些markdown的快速键 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你markdown快速键 是因为它是可以收合的 它可以收合 那我看一下我放在第几个 在找到了 25页 你可以看到25页 有没有一个叫折叠列表 虽然我讲的叫做列表 可是它不是只能折叠 就是那个清单 所有的都可以 好来我们来试看看 其实当然你说我直接用那个 用那个叫什么 选单的也可以 来比如说你看 我先用这个好的 那我们当谈到什么的时候 我希望它下面 这个下面呢 要收折起来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它不知道哪些是属于这个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我需要把下面这些东西来 好到这里 我把它选起来 这些内容我就按着它 好你注意看哦 因为它是有阶层的 跟我们刚刚左边那个目录有点像 你看我在拉动这里的时候 把它往这边靠 有没有 把它靠到里面去 那这个就是变成它的 你注意看一下 在这里 我用一个 来这样丢进来好了 丢进来 好这样看不太出来 来 我先把它收合起来 你看 这个 Shift按着加一个右边的那个叫做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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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按一个空格 有没有了 灯 这样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收 可是因为下面这个还不是属于它的内容 所以我就把这个 选起来 好 这些 哎 哎有了 哦有有有 原来我我刚有重复到了 我看一下 我刚刚应该是有重复到了吧 好 好 这里我把它拿掉一下 讲说奇怪 我明明刚好放进去的 来 你看 这样打开 这样没有 收起来 对不对 好 再看一次哦 就是 你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我先把它丢进去 我如果不先丢进去 假设这样子 那我只有这些内容 我就把它选起来 按着 丢进来 有没有 这样就丢到里面 这个是在外面 注意那个蓝色 这样是不是就看得清楚了 所以这里 这个多出来 收起来 哎 等一下 我用倒退键 倒退键 好 删掉 那我就可以收起来 下面也是一样哦 如果 第二种方法是 我现在表格没有在它里面 好 没关系 一样按一个 这个 空一格 好 你看 在这边 有没有 它就收起来了 这样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这样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那是我要的效果 谢谢老师 那因为这个功能其实是在哪里 如果你不是用这个Moddown语法 要找比较里面 在这边 点下去这里 称into 转换成什么 这个 因为现在我是标题二 所以 我并不是单纯要变标题二 而是要往下走 有一个叫tago tago就是折叠的 所以你是标题一 也可以折叠成标题一 标题三 也都可以 这样应该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同学这个问题很好啊 因为老实讲 我现在也都是用这样做 我给各位看一下 来在这里 你看 我现在上课也有SOP 因为我如果这个都展开 其实有点太长 所以我就会平常的时候 我会先收起来 好 收起来 然后这里收起来 我今天想要检查硬体 有没有OK 我就来这里打开 这样我来 确认一下 哦 像我刚刚上课前 我就有先做检查 因为 有很多东西要注意一下 我不可能每次永远都记得啊 还是会绕高嘛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 哦 确认一下我的连线 有没有OK 我的声音 音量 我不OK 然后这个检查完 你可以收起来 也可以打开都没关系 那我就再往下检查 第二个 好 我的软体 这样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这样子 出错的机会会比较少 因为你有一个指导原则的嘛 不然 有时候现在靠这里 真的会忘记 对吧 你看我在这边 比如说像那个音量啊 我就会再检查一下 因为有些时候 我那个麦克风 他都会自动调整音量 所以有个奇怪 怎么声音比较小声 那有些软体 可能我现在在用的 比如说你看这个 我都会把各位的那个 视窗 是会这样丢过来 因为这样我录影的时候就录到 OK 所以你看 然后下课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对不对 要记得关麦克风 网路摄影机 然后哪些地方 还有倒数计时 我有准备这么多 到底我要用哪一个 我们这样足以检查 但是又不会觉得好像 全部出来 你要卷很久 这样子 这个折叠真的很好用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请问任务里面的1到3 已经完成的 帮我按加2 好不好 所以我想用这种方式 就是各位呢 你可以同时学习 AI 又可以学到 Notion的一些概念 这样对大家来应该比较有帮助 因为 我也常常看一些其他 就是网路上的 或者是研究的 这个分享 有关于Notion的 如果 内容 你比较没有Fu 没有这样动手做的 或者是他打的就是比较一般 像这个文书 属于这样给你一个范例 去做的 可能 你会觉得 Office我都会的 我干嘛来学 Notion呢 对不对 OK好 所以已经好的 那我们就准备再继续往下咯